赶紧,我就不信了 看得到吗?看我这里 好,看到大家说的话 大家都说,刷电风扇就看不到脸了 所以电风扇呢,生来就是我的客戳 对吧? 我看到了,OK 自己总算挤进去了 哈喽,大家好,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哈喽,大家好,听得到吗? 好急了 然后今天呢是我第一次自己直播 那也是一直希望能在自己的平台里直播 这样大家可以多一种互动方式 而且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外人,说话也很轻松 然后咱们IPU团队也是非常给力的开发出了直播的功能 感谢团队的努力 那么今后呢就不定期的播一播 那每次的直播的主题可能也都不一样 随心而动吧 今天第一次试播就和大家聊聊天为主了 今天还喝了一大杯葡萄酒 所以待会聊着聊着睡着了,大家也比较奇怪 太久没说了有点不适应 别人是最全,我是最多 第一次播我们的平台也是刚刚弄好 还存在一些没发现的bug 然后呢今天来的朋友非常多 所以呢就是这个掉线跟卡顿的情况 大家刷新一下再重新进行 今天的这个弹幕也已经设置到了 显示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还是很热烈 我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 现在大家听到有一些连线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有些我的同事们 小伙伴们已经在线上 一晃也已经几个月没见了 所以呢现在采访一下 大家最近都忙了些事 所以是第一个上来了 我来连接一下啊 我来连接一下啊 我看一下你的这个卡了好像 我我出来了吗 哈喽 你的图案卡了 让我弄一下 我看一下你的这个卡了好像 我我出来了吗 哈喽 你的图案卡了 你定格了 就是为什么 是吗 是的 你的图案定格了 就是 这个咱们服务器可能不堪重货 让我调一下啊 你的图案定格了 好 就是 这个咱们服务器可能不堪重货 让我调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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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尾说一下换,看看有没有图案 我觉得是你那玩卡住了吧 这个窗口不会卡掉 咋会这样呢?正常都没事,就今儿就不行了 正常都没事,就今儿就不行了 大住了,有点大有点大 我看到了我的头颈好像有点凸 这个画面能不能 这是天意,你要接受这个现实 接受了,要安排,好吧 一点办法,没得选 你看你把它直接关了,然后再重新开 你把Zoom整个退出,然后再重新进,试一下 可能是这样,然后再重新补货 很麻烦,不行了 我重新补货一下,试试的 还是说重新进Zoom 重新进Zoom的话,就得重新补货 它的窗口地面就会变 不能不能 但是你重新补货完了以后,你还要再采 你重新补货完了以后,你还要再采 没事,没事,就这样 没事,我们今天就当做了第一次大型的线上公厕吧 大家相信我们的小伙伴们也都能理解 这样我关一下,再开一下,试一下好吧 就是重新采就重新采嘛,没什么 好,好的 OK 让我来想一想 好,进来了,进来了 好,进来了 进来了 新的也没有 新的也没有 看不到窗口吗 嗯 直接那个会议号的就生成不了 直接那个会议号的就生成不了 那就重新再推流一下 那就重新再推流一下 重新建一个,是什么 我重新建一个,是什么 重新建一个,是什么 没有,这个会议号出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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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直播内容是直接 直接退出再进的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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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重新 又又进到这个房间 重新推出了 是不是这个程序管 那不至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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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咱们就这样吧 不用漏两个 只能好了 不用漏两个 我看也行 先这样吧 我多这个程序 还得再 再跳一下 哎呀不用漏两个 压力一下 马上把手机放下 是吧 我们问题 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声音是推出去了吗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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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看他们说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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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姐一下子就变黑白了 一下子就变黑白了 王姐把灯都关了 对 闪电 我们首次声音直播 音乐 我们首次声音直播 音乐 对对对 大家先给大家聊聊吧 呃这个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 对 大家先给大家聊聊吧 你一边聊着呢 我一边再找找怎么样把这个给窗口给了 就我们弄进去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开发这个直播的这个历程吧 代表团队好不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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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要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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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之前 小姐 都已经看了好多次我们的直播了 这个大黑同学也很耐力 可能 这个我们那次测了得有四五次吧 从一开始推油非常不稳定 我记得还有一次是 那个直播间没事就就退出 没事就退出 就直播一次大概要退出个十几次吧 呃 一直到今天这个版本吧 那今天这个版本 我们也没有预测到说这个 服务器现在压力这么大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服务器压力一百三十多 基本上就是平常的 将近一千倍吧 一千倍的一个压力的提升 所以我们可能也是没有准备好 下一次再直播的话 我们一定提前 就准备足够的东西就完了 明朗你在出头吗 看见了 下走 下走 你说 我们直播的话用的是直播专门的服务 你刚才说的那个压力是我们本身自己 对 因为它虽然是用了那个我们第三方的那个直播的直播的那个服务 但是所有的那个操作呀用户的操作都是要通过自己的这台服务器 最终才能达到直播间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用户 如果它打开APP一直点发现然后点直播这几次路径包括到里边它去写一个IM 发一个礼物 这些所有路径都需要调服务器 就这些非常耗费资源 一定把我们的服务器都给称包 也就是说前期我们一直在想着这个直播服务器这块 结果我们等下一个的服务器还没有准备好 对吧 其实我们准备了平常只有两台 今天因为觉得这个送药直播嘛 又又加了四台 本来一共六台 我们觉得肯定非常稳 但没想到六台全都瞬间被击溃 所以现在还能看得到进来就已经是很不容易 就是多点几次只要点进来了 就不会掉下去 就还行 对点不进来那就来了 慢慢来吧 我觉得这个对吧 毕竟咱们不是专业做直播平台嘛 所以技术上肯定还是有很多的困难要去一个一个突破 慢慢来吧 下一个版本一定会更好 那么下一位 宝姐 聊一聊 哈啰 好久没见了 哈啰 对啊 我今天画了一个全妆 但是不幸的是 不幸的是不用露脸了 没事没事 刚才还紧急去补了个眼线 最近有什么新的见闻吗 新的见闻 新的见闻 新的见闻就是要等着今天晚上出新歌啊 这就是新的见闻 哦是啊 是啊 对啊今天马上12点 0点就要发新歌了嘛 这两天就得新歌啊 还有三个小时 对 还有三个小时 对 土土 没忙 你在忙什么 啊 你在忙什么 没忙 嗯 在上课 假装很爱学习 他最近在学习 对 因为我有一个课 拖了三年 都没上完 每年都在续 那其实挺好 就利用这个 用这个价值 就把它给上完 对 什么课 英语课 哈哈哈 你很烦欸 真的假的 对 三年了每天都在续费用 三年了每天都在续费用 我们不是在打电话 我们是在用一个设备进行这个连线 但是不幸的今天对 图案出现了一点问题 因为还有一些小伙伴是刚刚进来了嘛 所以我看他们在弹幕里面问 所以弹幕也是 之前是很少量 不然的话 服务企业 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去 去承载 对 这个我解释一下 之前这个弹幕 这个不用解释 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最近的近况吧 我们呢 大家都很关心你 对 之前的这个直播 那么的火热 是吧 我真的是 就是什么 咸鱼即穷 真的是 你再不来 真的我估计大家 就已经烦了 要现在为一家 哈哈哈 不会的 不会是现在为一家的 只是不想见到你而已 对 哦 真的 每次都是 狼来了 狼来了 直接搜啦 这个 刚才我看到有粉丝说热搜 然后我就发了一下 真的在热搜了 然后 程序啊 不会特别开 大家厉害 许松直播已经热搜了 大家好厉害哦 能不能把我们带进去啊 能不能把我们带进去啊 许松和黄米朗直播了是吧 大家发起来 许松和他们团队 许松和他们团队 算啥啊 哎呦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哈哈 胡安还出不来呢 真是的 胡安还出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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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巡视 我们巡视渐进 越来越好 这样才有惊喜啊 对 大家说我是不是没洗头 我看见了 行 其实我是开个玩笑 说我不洗头 就是 我只是不想吹头发 然后喷发焦那样 然后做头发 那样很伤头发 所以没事的时候 戴个帽子就好了 没有必要总是去吹头发 现在是不是在暗示我啊 老板 对暗示你就可以下岗 下一次演唱会也就戴个帽子 他们就不需要发现 明事 今天直播主要是宣布我下岗 对不对 今天直播主要是宣布我下岗 对不对 哦好 这个事情还真的可以上直播 上热搜 这不好这不好这不好 这不好这不好 鱼呢 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鱼呢 在吃的 哎 这鱼的声音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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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把那个麦闭了 你点一下那个麦 我以为我是拍着的 鱼 鱼 哈喽 鱼 哈喽 鱼 鱼 好累啊,搬家之后才发现的东西真的好多 所以觉得平时生活中应该好好地断舍离 不用的东西尽早扔掉 不用的东西尽早扔掉 我展示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要不要问 之前关于 关于你那个 好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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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粉丝解释一下 你给粉丝解释一下 为什么安静了 粉丝都说我们 说啥 就是直播的人不说话,然后我们在这聊得好爱 这不停哦 下一位 下一位 陈宇小陈,哈喽 哈喽,哈喽松哥 哈喽,哈喽松哥 我看到你的VAE加的牌子了 可惜今天视频出不了 没事,下次就有机会把logo再露出来一下 OK,那今天这个 你看哦,今天直播 第一天直播 这个服务器就会出现问题 大家非常的热情 但是毕竟我们没有服务好 这个服务器还是让很多朋友卡顿了 所以 这个 大黑和大虾 是不是应该给大家 八点礼物什么的 这样的话 弥补一下 对,没有错 应该 八点礼物 还有这个环节吗 哈哈哈 大黑先来了 大黑先来了 那我发什么 大家想要什么 葱果 我发几个这个VIT吧 我们年度VIT 哦,会员是吗 对,我们的会员 然后那个我们会员功能 马上也会有很多的升级 然后 这样吧 永久会员怎么样 好 这个够不够劲爆 大气 我抽三个 然后 然后这样 我们这么抽吧 还是节停吧 然后我说开始 葱哥喊起 永久的年度会员 直到这个APP 关闭为止 好吗 就是会员 说直到天长B9 不好了 那就开始吧 好吧 滚动滚动 孙哥说 结束 然后我就接听 然后再念一下这个名字 到时候这个截图 我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不是我特别乱念的 好 不是我特别乱念的 停 就在这 孙哥你开始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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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完没 开始 开始 停吧 停哈 这个是怎么弄的 不会直接停 OK 重新来 重新来 好 开始 你自己扣了 开始 你停吗 我很开始 停 好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守望者 守望者 好 永久年度会员 再来两个 再来两个 开始 开始 停 这个 许先生的心肝 第二位 许先生的心肝 好 好 第三个 开始 停 不如读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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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不如读书去 不如读书去 好得 那三位 可以了 下个了 我呀 乖我了吗 嗯 送点啥呀 送点实惠都不行吗 什么最值钱 风果啊 风果之前啊 等点吧 等点风果 好 送多少啊 送个几千 送来一万个吧 哇 哇 可以可以 行 那就来一万个啊 我这儿结束 然后我说开始 送说结束 OK 开始 诶 等会儿啊 行吧 我这破手机 我不会截图 哈哈哈 为啥 因为这 你对 大黑你帮我截吧 好好好 我来截 嗯 我来截 开始 应该我说开始 你说结束 哈哈哈 是吧 我说开始 是吧 我说开始 听 这个是破音V 破音V 一万松果一万松果 一万松果 好 开始 好 开始 停 停 这位小伙伴是 噶 噶噶噶噶噶噶噶阿 这小伙伴是徐嗲嗲鸭 回头这六位幸运的小伙伴到时候私信一下小掌柜 好的 好的 可以买好多电风扇了 你要不要送一点礼物 我送点礼物的话 这样吧 因为最近一直在制作第八章专辑 所以就先期许一下未来 我送出八章即将发行的第八章专辑 第一时间拿到的那种 热火人都没听到 签名吗 好的小伙伴在位 签一下 我被直播先挤出去了 太惨了你说要送专辑被挤出来了 我也解析一场了好难 那这样还是宋哥你说开始说停吧 我来截图吧 好的 OK 一共一共八位是吧 正好是第八章专辑 八位 我们来吧 你就在一瓶里面看就好 对吧 好 那就在一瓶里面看有几个 对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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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OK 这一瓶的小伙伴 你随到城市的另一边第一位 第二位是寄魔者田 第三位六边式的老古董 第四位是切尔肥小肥 这个字兑肥小肥 第五位是V-Lite V-Lite 5位还差三位 然后我们就再取下一瓶的前三位 好 开始 好 开始咯 停 停 三位是 一个幻象松 第二个余音旧弦 第三个松家小林 以上八位私信一下小掌柜哈 到时候把地址留下来 我们接时间给你安排 我觉得我太惨了 还没进去啊 我抽完奖我刚刚进来了 太惨了 想抽奖都没没抽到 全世界最惨经纪人 真是 还想加点名额 而且我我刚才本来想去看 热搜到底是上了什么内容 然后看大家就说 那个许松完全对自己的粉丝没有预估 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粉丝 然后什么自己被卡的进不来 然后什么看个直播要靠挤的 然后我本来还在那觉得很搞笑 一听说要抽专题 然后马上想回来 然后就被挤了 回不来了 太惨了 那个葛罗米的那个好可爱啊 那个那个相机还有拍照的那个 嗯 对啊 葛罗米呢 做他自己干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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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晚上好忙的 你看他自己的 哇你看他拍出来小小葛的照片 超可爱的 哇看到一个人说今天是他生日耶 生日快乐哟 你眼神真好都刷屏了都看不到了 因为他打了好多好多好多 哇都是都是小葛 做的再好一点就味道那个油面精了 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 还在那个VA加上面 征集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时候 对没有错 提问一下 当面提问一下 小陈同学 是的 我们之前是有在各个平台 看到大家有留言 包括私信有一些提问 想要提问宋哥的问题 今天也本来想要来问一下宋哥的 那宋哥你准备好了吗 有问题啊 来吧 什么问题 好的 嗯 第一个问题就很很有意思 有一位朋友问说 为什么参加北京卫日式跨年晚会那次 穿了羽绒服就上台了 平时你那些好看的衣服它不香吗 常款羽绒服显得你很矮 像格洛米 穿羽绒服唱歌有何不可 是吧 那天不是唱有何不可吗 你看切极了 开个玩笑 那天录制节目的是在北京凌晨的户外 所以气温非常低 然后呢 我很害怕感冒 感冒不是别人 就是一感冒就会 咽咽鼻咽 就会加重 会影响录音 所以我会特别注意保暖 显得矮并不重要 大家知道实际情况不就行 哈哈哈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太 这个朋友问说 松哥有没有过暗恋别人的经历 有啊 有啊 上初中的时候 有个女生我很喜欢 但是我太矮了 不是太矮了 是太矮了 就是做早操排队 站在第一个的那种 但是那个女生呢 那个时候已经高达1米6 没有办法接受我 很快就爱上了一个1米65的高大男子 这个叫书在期隈镇县县县县厅 这也是够够够够的 好吧 1米65的高大男子 他是不是现在还是1米65 我想知道 那我们进到下一个问题 这个朋友问的 跟沙焖问题很像 这朋友问 松哥那你是外貌协会的吗 还有你真的喜欢女生素颜吗 外表很重要 非常重要 但是它没有内在重要 因为外表好看的人 太多了 不稀奇了 那喜不喜欢素颜 我觉得女生略施粉带就好 就是既不能装艳的 也不素面朝天 什么叫粉带 这个粉 说文解字里面说粉 敷面遮掩从米分生 什么意思 就是说最初的这个粉 它就是用来敷脸的 它是一种米做成的 然后把这个米淘干净 放在水里面泡 然后把它除烂 然后晒干 然后就是这个粉饼 粉带的带呢 它是一种青黑色的一个颜料 是用来画眉毛 古人觉得眉毛美不美 很重要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2000年左右的时候 大家刚上网 那个时候叫美女要叫美眉 对吧 就是美美了 美美才算美 美不美 美美就不美 要做美美一定先要美美 是吧 然后下一题 我感觉 为什么我们为了一下 发展了网课APP 我觉得就是徐老师在线教学一下 徐老师在线教学 对对对对对 好下一题 下一题有关系 对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然后朋友找到我 希望我帮忙唱一下 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他像个青铃骨 表达的是20岁左右的 青涩的美好的感觉 然后简简单单的 很真挚 挺好的 好的 下一题也是问咱们 一个作品的 说 这一朋友问说 距今最近的新歌 羡慕在网 一月独家发行 第二天就登上了 新歌榜榜首 是不是觉得取得好 成为挺正常的呢 每次说挺正常的 就是开个玩笑 因为所有看起来挺正常的 成绩背后 其实都是要有付出的 一个是做音乐的人 付出精力去做好 第二个是听音乐的人 也要付出精力去认真的听 然后两者呢 还要很有缘分 才会刚好有共鸣 所以它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好 下一个问题 一位朋友说 松哥有没有偷偷总结过 为什么十来年过去了 而你做的音乐 不管新歌还是老歌 总是那么受欢迎 谢谢 我的经验就是 做你自己想做的 发自内心的音乐 就根本不用去管 现在在流行什么 而且事实上 任何一种曲风 都有无数的前人做过了 你做的任何东西 在形式层面都不新奇的 重点是发出你内心的声音 写出你真正具有创造性的 表达你真正自我感受的那一部分 那个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恰恰也是最会打动人的那个部分 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说 也有人不理解你近年的作品 更喜欢你上年时代的 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不被理解很正常 就每个人他都不会百分之百被理解的 是吧 你有的时候都不理解你自己 你今天去想昨天做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昨天会这样 就是常常会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就是 拥抱理解的 会别不理解的 那不理解的呢 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 他又理解了 那我也随时拥抱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就看缘分就好了 那至于说哪个时期的作品好 这个其实不用问作者 有个成语叫悔其少作 就是说大部分成熟以后的作者 他都是会对年轻时候的作品不满意的 但是我并非全然如此 因为我觉得老的作品里 他那个青涩啊 或者说稚嫩的地方 其实也是一种成长的记录吧 所以从旧作新作一起听 从第一章听到第八章 他会传递出更加真实和完整的作者 其实挺好的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个朋友问说 松哥你觉得两个人之间 怎么样做才能增进理解 增进理解 我觉得就是 进行语言的沟通吧 但是如果你们本质上 不是一类人的话 那语言沟通也没有用 就打个比方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话 我喜欢吃香菜 那不喜欢吃香菜的那一类人 他们就无法理解 这种食物有什么好吃 对吧 但因为他没有对错之分 这就是一种天然的不同 你只需要跟喜欢吃香菜的人 共进香菜就好 你不用勉强 不喜欢的人跟你一起吃 也不要委屈自己故事 对吧 所以到了一定的阶段 其实 你就不会再那么渴望别人的理解了 其实生活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 理不理解 你懂得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说 松哥你会把自己 和别的创作人 音乐人进行比较吗 我觉得不要随便 拿自己去跟别人比 因为你和古往今来的 天才大师去比 那你很容易自卑的 那这种自卑 它是一种负面情绪 那你去和一般般的比 你又很容易自满 还觉得自己还挺厉害 那这种自满 同样也是负面情绪 就我们没必要去制造 这些负面情绪 自己和自己比就可以了 我今天的自己 比昨天好一点 然后今年 比去年好一点 这样就很好 下一题 好 下一位朋友问说 松哥专辑怎么样了 把制作到第八张专辑 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 专辑在制作中 那最近一段时间 也一直投入在这里面 在这个房间里 待的时间也非常多 这可能是我至今为止 最重要的一张专辑吧 我心理上不疲惫 我充满干净 但是身体上肯定是 我可以疲惫的时候 但是11年的时间里面 制作完成八张完整的专辑 然后全部自己辞取啊这样 这样的体验我不清楚还有谁有 但至少应该不会有太多人 它是一种强度极大的锤炼 也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 但是我不会陶醉在这个经验里重复自己 因为我除了要满足歌迷朋友 我也要让自己满意 因为我不是一个讨好性的人 然后市场需要什么 我就精准的制造点什么 我会相对给出真实的自我表达 下一个朋友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生活化 这个朋友说 松哥我觉得我工作以后总是不甘于现状 但是又找不到上升的路 想问松哥你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其实很难有建议 因为给别人的人身提建议是很危险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不会为你心灵鸡汤 也不会为你毒鸡汤 我引用一个前人的建议吧 曾国藩说过八个字 小心安命 埋头认识 小心安命不是说认命 就是说你要接纳你自己 接纳生活的这个好坏境遇 然后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范围在哪里 然后埋头去做事情 很多时候就是你想的太多 然后行动又很少 那你就远地踏步 今天也是多学了一句话的 下一位朋友这个很皮啊 他说徐老师你能不能多发自拍 想看你自拍好吗 自拍有什么好看 看自拍是能延年一收吗 还是怎么着 我也不上像了 你看这个视频直播 他只能拍出我实际颜值的67.5% 就这样吧 好的 那是我们的失误 我们没有看法出百分百的 所以未来有各个目标了 好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说 宋哥我的好朋友居然老是黑你好气 我希望你对那些闲言碎语 不要放在心上 谢谢 你不要放在心上就可以了 谢谢 我一来看不到 二来就算看到也不会放在眼里 更不要说放在心上 OK 好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作品的 这位朋友问说 宇木和羡慕的歌词 都有很多弦外之音和故事留白的地方 这种创作手法很特别 我觉得很赞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出这种写作手法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出这种写作手法 就是某些时候你听一个人说话 就不要看他说了什么 而是看他漏说了什么 就是你看我这个空间 有音乐设备 有家具 有墙壁 有天花板 构成了这个空间 但是这些都不是这个空间的本质 这个空间最有价值的 是他空的地方 如果他堆满了音乐设备和家具 我进不来了 我进不来了 你这个房间 这个音乐工作室还有什么意义呢 歌词也是一样 你得给人腾出地方 腾出一些想象空间才好 而不是把它塞得满满当当 当然也要针对具体曲风 具体分析了 那有的歌的风格可能 他就不想让人有想象空间 他就想把话给说尽了 那也没问题 就是说文无定法 你要根据具体的歌具体分析 不然你写的每一篇东西 都是同一个技巧 那这个技巧再好 它也让人乏味了 是吧 而且真情实感 其实永远是比技巧更重要的 好的 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问说 松哥你的歌词 很多人仔细研究 甚至有一些人 作为毕业论文去研究 你会觉得有压力 或者说会觉得被过度解读了 我没有压力 因为我的歌词 经得起研究和琢磨 因为我写东西太认真了 但是口头上说的话 就不用研究了 因为我听同事说 上次这个直播测试的时候 咱们聊的闲话 也被剪辑整理出来 大家太用心了 但是闲聊就不用校正 比方说今天的直播就很随意 大家最好就不要录屏发布 看到直播的人就看到了 没看到就算 本来只是闲聊 如果真的要发出去 那我希望 那你就发个完整 不要断章取义 那可能会给 别的小朋友造成误导 好 下一个 下一位这位朋友说 松哥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文歌词创作时的小诀窍 随便说一个就好 随便说一个是吧 这个 汉语它是博大精神的 你细细琢磨的话 它的语意和这个文字的趣味 非常丰富 我有举个例子吧 我写过 有何不可 对吧 有何不可 然后VAE加我的主页说明是 无何不可 有何无明明是一对反义词 但是有何不可和无何不可 表达它竟然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很多 看似在对立面或者相反面的事情 它其实不是相反 再比如说 省钱 花钱 相反的吧 但是省钱的目的是为了 省下钱来花 不花钱的人就不需要省钱 醒着睡着 那相反的 但是你睡觉的目的是为了 休息好以后醒过来 你的睡觉不是为了常睡不醒 对吧 这就打个最基础的地方 总之就是当你对 生活里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 或者说对这个事物的本质 观察的越多 你对于描述事物的 文字的使用就会 由自己的见地 然后下一步呢 才是谈论到这个 文字功夫 我们看到那些 精炼传神的文字 往往是 经过反复推敲的 它不是 一粟而就的 当然也有妙手偶得的情况 但是大部分时候其实是推敲的结果 就连推敲这个词 它本身都是有典故的 唐朝的韩玉 有一天他遇到贾导 贾导说我写了两句诗 鸟速持边树 森敲月下门 还有一个写法 鸟速持边树 森推月下门 你觉得哪个好 敲好还是推好 然后韩玉说 敲好 于是贾导就用了这个 森敲月下门 流传至今 这就是推敲这个词的典故 大家觉得推好还是敲好呢 其实后人其实有很多的讨论 不是说一点点是非常多的人讨论 讨论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 玩味文字的过程 至于这个典故它的真实性有多少 其实根本不重要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诗歌和歌词的创作 语言的艺术性 它其实一是来自于对事物的观察 二才是对文字的拿捏推敲 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推敲也是看情况 有的时候你刚一出手就很确定了 这首词它就不用推敲 就像有时候你认识一个异性 大多数时候你恋爱前 你要考虑一下合不合适 对吧 但有的人出现 他就会让你知道 这一次不用考虑 就是这样 好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应该是问了他的一个困惑 他说松哥我今年大三了 我喜欢一个学长大半年了 但是他很优秀 我不知道怎么让他注意到我 我可真难 我该怎么做 取经的 就是人总是对喜欢自己的人 更容易有好感嘛 所以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喜欢他 要有所表达 然后呢 人也是对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物更有亲切感 所以要让对方眼熟你 对方说你常常发信息给他 发发拍的照片啊 发发写的文字啊 或者闲聊一下日常啊 总之就是年轻人嘛 你想追的就是追 想搞的事情就放手去搞 你不要犹犹豫豫 有的时候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 又或者你以后有机会 但是也没有现在这种心情 加油吧 祝你好运 好的 下一个 这位朋友说 松哥 我入社会比较早 这些年经历的事多了 常常觉得人间不值得 好多事都看淡了 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人生没有意义 松哥你怎么看呢 没有意义 好大的话题 是吧 其实不管人间值不值得 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我们这辈子就只能在人间 对吧 起来之则安之 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然后再去寻找意义 就你可以说人生没有意义 因为意义 所有的意义都是人思考总结的产物 是主观的 从客观上或者说宏观上来说 那这个地球消失了 对于整个宇宙而言 可能都不算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小小人类的活动 所以我们不用去谈论宏观的意义 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活法 来赋予我们的小小生命一些意义 那比方说 在这个小区门口 开了半辈子 早餐铺子的大爷 他每天生活的意义 就是服务了一方街方邻居 对吧 那一个好医生 他生活的意义就是 帮助别人摆脱痛苦和疾病 而一个跑步运动员 他的意义就是 就是冲击体能和速度的极限 让你看到这个 生命的精彩 热血 勇气 对吧 那我做那么多音乐 我存在的意义就是 我的作品给大家带去了 愉悦或是感动 然后用音乐记录了我的思考和情感 那这就是我每天 性行工作的意义 所以 这个意义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你的生活 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寻找 去赋予的 如果你什么也不做 糊里糊涂的过了一辈子 那一辈子活到头的意义就是 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人生没意义 是吧 有点让我大家捋一下 这个可能大家要录品回去 再仔细品一品 下一个问题 哇 这位朋友他说 阿松我今年26了 今年过年回家父母催婚了 但我还没有遇到过 特别契合的灵魂伴侣 有追求者 但我对他不是非常满意 我是应该降低标准去谈婚论嫁呢 还是应该坚持内心标准 等到最合适的人出现呢 其实无论你选哪一种 也都有很大的概率 在今后后悔 因为继续单身 你可能再也没遇到 比现在的追求者更好的人 你到时候就后悔 没有珍惜眼前人 那你凑合着恋爱结婚呢 你可能婚后发现 对方越来越让你不满意了 那你又要后悔 当初没有再多等等看看 那怎么办 总是要选的嘛 生活有的时候就像丢骰子 你敢于丢出去很重要 丢出去以后的那个结果 很多时候就是看运气 慎重是对的 但不要想得太多 最关键的就是 你不要把找到一个 所谓完美的爱情 视为一种抵达幸福的途径 或者是一个幸福的终点 那你最后就会失望了 每个人的幸福和救赎 其实在于你自己 你把自己修炼得越好 你对于外部世界 对于别人的需求和索取 就会越少 要求就会越低 非常棒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哇 这位朋友说 听说你要上综艺节目了 祝你在节目里玩的开心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多喝水 松哥要上综艺节目了吗 谢谢你的祝福 我会照顾好自己 但是我现在是第一次 听说我要上什么节目了 我希望大家如果 关心我的动态的话 关注VAE家就可以了 有重要的活动和作品 肯定是会在VAE家发布的 那网上的信息就太多太杂了 真真假假了 对吧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哇 这个问题非常的敢问的 这位朋友说 松哥你敢不敢说出 你最爱的人 或者曾经最爱的人 他姓什么 姓氏 哇 你姓什么他就姓什么 好吧 跟你姓 所以弹幕间 所以弹幕里的朋友 你姓什么 妈呀 这句我都忍不了了 天呐 这句太后的哼了 今天也是有学到一句情话的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哇 这位朋友 他说徐老师 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很久了 但我始终觉得她不够爱我 你觉得女孩有什么行为 才能证明她是真的爱我呢 没有 没有任何一种表现能够证明 就如果你不相信她的爱 那就算你和她妈妈同时掉进水里 她只把你一个人捞上来了 你还是有可能把她解释为 她是出于责任或者巧合 总之不是真爱 对吧 就一件事情 你不相信你总能找到道理 很多事就是 你相信就好 不需要证明 就像很多人相信有来世 但我想他们绝不会为了证明这一点 就当场死给你看 对吧 非常有道理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说 松哥我感觉你是一个很安静 看什么都很淡的人 你觉得是吗 我有安静的一面 但与此同时 其实我也充满热情 人其实是很多面的 每个人都很难去总结的 我喜欢学习很多东西 虽然到头来 专场的可能只有音乐 但是不妨碍我 对其他的学问也充满 学习的热情 那我独处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大部分时间确实是安静 而且和不熟的人 我也不会多说话 也不会很high 像现在这样跟大家聊得很高兴 因为我很擅长冷场 但如果和朋友或者同事在一起 我话就不算少了 我会努力的搞气氛 因为我希望身边的人开心 我也很少会流露出这个感性 也细腻或者说正经的一面 大多数时候 我是用开玩笑 轻松的方式去面对 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说 他太逗了 他说老许你更新的太慢了 在你不吭声不发帖的时间里 我已经爬墙了 就问你怕不怕 不怕 不怕 这就像一个这个 贪玩的孩子 你到了饭点 终归要回家了 是吧 你不会离家出走的 好 这是我小小的自我吹嘘和闲百 大家习惯了就好了 好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说 走过了五湖四海的老许 想知道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里 还是加好 真心话 下一题 好的 哇 这个题很劲爆 他说 丰哥 有没有歌手圈里的八卦 可以和我们说几点的 这个 对你来说是八卦 对我而言呢 就叫做事实 对吧 但是我脑子坏了才会现在说出来 我要积攒一下 这个退休以后呢 写一个专门的书 不过到时候你们也老了 估计也没兴趣看这些个成年就是 好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说 丰哥今年会有巡回演唱会吗 去年选演太火了 门票没抢到 从初中开始就开始听你的歌 还没买过正版专辑 我欠您老一张演唱会门票 谢谢 你不欠我一张门票啊 但是你不去的话呢 你就会欠自己一场精彩的演唱会 巡演应该要明年了 先做完专辑吧 然后再做演唱会的事情 就事情一个一个来 大家可以期待起来了 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说 想问丰哥怎么样识人是认识的识 他说 我总觉得我总是看走眼 无论是工作伙伴还是感情上 我觉得就是 他说些什么你不要太当真 看一个人你就看他的行动 你招人用人也好 谈对象也好 对方可能说的特别打动你 但是不要太当真 你要看他实际上怎么做 然后去判断他的本质好不好 还有就是其实人无完人 你要学会抓大放小 这个人总体上是好的 那就不算看走眼 以前我们常常听人说 不要用放大镜去看人 那样会不客观 对吧 但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 他们是在用显微镜看别人 那你看到的当然满眼都是细菌 全部都是问题 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那你的世界就是怎么样 水至轻则无鱼 人至差则无土 就是很古老的道理 放轻松一点其实就好 好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 这位朋友说 松哥好 我工作三年多了 我好胜心特别强 工作也挺努力的 但是在人际关系方面 我斗不过小人 也斗不过老江湖 常常处于被碾压受气的位置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调整状态 才能对付那些心机很重的人呢 听明白了 送给这位朋友一首诗吧 《黄庭坚的牧童》 奇牛远远过前村 吹笛风鞋格隆文 多少长安明利客 机关用尽不如君 加油加油 好的 我相信这位朋友 已经受到了松哥的鼓励 我准备的问题全都问完了 我觉得今天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我想加问一个问题 请 粉丝们都在问 说看你真的聊不了解你的粉丝 到底是演唱会票难抢 还是直播间难进 我得自己亲自体验一下 今天直播确实得要太热情了 然后下一次咱们再播的时候 还是要加大这个技术的力度 这个咱们团队还会多上心 今天这个 对 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 那其实我们也是在测试 其实之前同事们也是反复的进行了测试 觉得很OK了 但没想到今天还是出现了点问题 下次会更好吧 慢慢来 毕竟我们不是这个 专业的视频的平台嘛 所以 大家是有一些东西是未知的 要去 克服 或者说要去 探索 大家给我们多点时间 谢谢啊 大家给我们多点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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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一次直播直播什么呢 那我们下一次直播什么呢 那就很难说了 今天因为是试播嘛 就是大家来聊天就好了 下一次可以 呃 变个杂技啊 什么的对吧 呵呵 三火拳 可以 可以变魔术吗 下一次是不是就能看见 小哥成爵了 嗯 如果 如果大家想看到他 我当然可以把它给 接过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就播了 今天他已经睡了 到了他这个睡觉的边 到了他这个睡觉的边 靠谱靠谱 现在其实服务器还是有 服务器还是有不少问题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 电话就收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很多人都 都没有进来 都进不来的很多人 嗯 嗯 我看微博上已经好多人在说 被挤出来 再也进不去了 所以只能在这发微博 行 也是编凑干净努力吧 把这个 这个程序给做好 好吧 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 早点休息完 下一次见 不能早点休息 零点还要听新歌 没有 你自己早点休息 我们要听新歌 新歌 再等不到三个小时 对啊 我们要等新歌 你自己早点睡 行了 老年人先睡了 熬的动物 夜的人在熬夜 我就睡了 大家晚安 我就睡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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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